死党不停 纵火害五命 二男判死定验 前年新竹这场大火 多久五条五孤人命 故意纵火的二男彭建元 案发后却毫无回忆 最高法院认定 五名死者死状盛惨 他犯下情结最重大之罪 昨天判他死刑定验 前年三月 二男与人结怨 大兆国中时期 称兄道弟的死党一起寻仇 但死党表示 太晚了有朋友在拒绝帮他 他不满死党不停他 竟买了十公升的汽油 到死党经营着卡拉OK店动火 造成店内五人被烧成礁饰 三人受伤 案件审理期间 雄贤曾写信给法官 表示判处死刑公道 无意和解 至今毫无悔改之意 还说不判他死刑的 就是恐龙法官 而他被判死定验后 成为第48名 等待枪决的死球 邓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